乱讲话 费城老鹰队库博 黑惨了 老鹰队的名将库博 失言人风波 本周三的一段影片揭露 他在乡村歌手 薛施尼的演唱会上 骂人是黑鬼 库博一身静装打扮 开着锤卦义乌的卡车 去看演唱会 但因为没有通行证 他想进后台 却被挡下来 库博说 他一整天都喝卦了 才会对黑人保全 口出会言 没什么大不了 他自己可要小心点 毕竟美国职业 橄榄球联盟的黑人球员 还真不少 想必在下一季的赛事 库博会在休息室 和球场上玩得很愉快 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黑人保全是如何 在乡村音乐会度过的呀 你觉得究竟是错在库博 还是错在影片外泄 留下你的看法 赞订阅